无意中发现味道很特别 于是有了做酒的打算 开始向政府申请酿酒生意的执照 我们一直在用酒的打算 然后把酒的打算成酒 然后把酒的打算成酒 然后在那段时间 然后我们把酒的打算 所以他们都需要装装 Sonia和我经常做的 然后我们把酒的打算到五分钟 Michael和Isla的儿子Alex 也像母亲一样喜欢音乐艺术 大学毕业后就熟练掌握了母亲 教给她的蒸馏酒的技术 一个人承担了生产酒的所有工作 每天可以包装出六至七百瓶酒 中文人传播剧场 這就是十分鐘 就是差不多 然後我們回到工作 我們平常吃早餐的午餐 然後我回到辦公室 我沒有想到美國 或英國 或英國 到晚上10時30分 我做了七天天 我比較像個工作人員 看到這一切 有誰不羡慕這樣一個傳統美麗的家庭呢 如今 像Michael和Isla的一家兩代人朝夕相處 和和暮暮 合作經營一個如此有成就感的國際性生意 實在不多 因為 人生成功夢想的實現 並不都是只要付出了辛苦 就能換來成功 我最後的這個疑問 在Michael家門兩邊的牆上找到了答案 我要多謝 我是蕭阿華 它是千萬美麗的 啟動 facult後 它是熱門 因為你自己的心 改革